好 沒錯 現在如果要買房子的話 大家都說什麼 要搶錢 為什麼 因為現在貸款很難貸 那另外一個就是要搶房 因為其實現在物件 大家說其實有部分地區 也很難找到物件 所以如果你看到喜歡 就要趕快下手 尤其在哪邊 就在新竹 大家都說現在是一房難求 真的是這樣嗎 我們就透過數據 帶大家一起來看 大家就說新竹買房真的好難 好 房展增加就說 確實現在是供不應求 因為我們知道其實新竹這邊 就是因為科技相關的帶動之下 其實房市其實非常的好 甚至房價還在漲 所以我們就看到 像是在竹北 那它的代售率只有多少 只有17% 所以專家就怎麼說 說你口袋就算再生 也不一定買得到 就表示你再有錢 也不一定可以買得到 那如果我們用 整個大新竹地區來看的話 可以看到戶存率 只剩下0.75年 賣壓極低 好 什麼叫做賣壓極低呢 專家也就說了 其實現在很多屋主 看到貸款這麼難貸的狀況之下 種種因素它覺得麻煩 所以它乾脆呢 等到可能明年後年 狀況比較穩定了 它再拿出來賣 也因此可以看到 物件相對就比較少 但是剛剛講到這個關鍵是什麼 就是它其實是因為種種的因素 比如說貸款很難貸啊等等的 不代表說它的房價低喔 所以我們看到在新竹這邊大樓的新建案 還是站穩四字頭 那當然如果以竹北來說 我們剛剛提到了 因為它的房市還是很好嘛 所以大家就會選擇怎麼樣 來投資這邊的房地產 我們就來看到這一位 它是插旗竹北 它說穩賺不賠 在竹北當包租公 那它就教大家有三招 哪三招呢 第一個就是要以台積電為原心 那車程要選擇半小時 也就是它通勤的距離 那要在半小時之內 大部分的人都可以接受 第二個部分 則是要選擇新城屋或是小宅 為什麼呢 它就說其實在新竹這邊 大家的這個薪水都還蠻高的 所以部分的人都會選擇說 你五公圈小一點沒關係 但是我希望我的屋領 可以新一點 再來就是 它說要跟房仲交好朋友 為什麼呢 它說因為這樣的話 其實有打折的優惠 所以它靠著這三招 你可以看到它月收足多少 10.9萬元 甚至投報率來到了2.2% 好 那當然 這個買房子 大家都會注意什麼 有沒有嫌務設施 再來還有什麼 就是說有沒有這種高架橋 因為高架橋有時候會 有點吵嘛 那可是你知道在新竹不受影響 我們就來看 新竹人他們怎麼看 他說竹客人不吃這套 那網友就說 為什麼沒有看到這個高架橋 旁的房價受到影響呢 那人家就說 這要口袋過深 才有資格在意 那也有人說 其實竹北有高鐵 也有台鐵 甚至也有高架橋 但是看起來 都沒有受到影響 新竹房仲怎麼說 他就說 其實在聚城商圈旁的 這個高架橋的社區 你不要看他在高架橋旁邊 但是他很快就賣掉了 那他說其實像是噪音啊 塵滿啊 其實可以靠這個氣密窗 來進行阻絕 那他也提到了 其實買家更關心的是什麼 生活精能 還有交通便利 確實如果我們 從新竹來看的話 像是東大路啊 新平路等等的 多高架橋 但是不受影響 他就說風水問題 其現代人看得很開 以上就是這一節的 生活推幅話題 再把時間交換主播 房市從6到8月立即了 新清安的嚴審 以及房屋貸款 滿水位的風波 這干擾的層面 基本上是城屋市場 對於預售來講 影響性稍小 因此建商們 都在最後檔題 要全力的衝衝衝了 今年北台灣928檔協推案量 達到2600多億元 比去年同期的實際推案量 成長了800多億 這也創下了歷史的新高